今天带大家来吃叉烧 看了这些叉烧 你是不是已经吞口水了 心动不如行动 我们就来一盘吧 哈哈 等等 在你还没order前 我们先近距离的看这叉烧吧 是不是又开始吞口水了 哈哈 这次小猫 可大开眼界咯 原来叉烧可以有这么多的口感 双层肉 半肥瘦的叉烧 这是瘦肉叉烧 还有这卖相满分的糖心蛋 今天 Hokzai网红来到双清大年拍美食视频 我当然也来凑凑热闹啦 这家叉烧王饭是我向来吉利推荐的SB美食 原因不用多说 那就如Hokzai大哥讲的一样 让味道说话 哈哈 这家叉烧王饭是由这两兄弟经营 这家叉烧王饭是由这两兄弟经营 这是Hokzai大哥 叉烧是现烧现卖 他们还是用火烫来烧呀 看看老板这样认真的检查这叉烧 这叉烧会不香吗 哈哈 来我也要检查这叉烧一下 哈哈 炭好的叉烧端盘 叉烧酱 对了 这是干贝辣椒油 我特别喜欢这辣椒油的味道 这次我们order了三种不同口感的叉烧饭 不知你会选哪一盘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不知要选哪一盘 哈哈 那就先看广告吧 bullets 的时候 其实小猫也不知道要吃哪一盘 那就全部都来试一试就对了 那我就先吃这双层肉吧 这双层肉有点入口即货的感觉 接下来我忍不住要吃这溏心蛋了 我特喜欢吃蛋 所以就是好吃 吃叉烧配着干贝辣椒油 这味道又好像升级了 不幸可以试一试 前提下你是喜欢吃辣的呀 这是瘦肉叉烧 老板告诉我们这是特软的瘦肉叉烧 那我就先试试是不是真的软 看我这样弄这瘦肉你认为这叉烧软吗 好吃瘦肉叉烧真的很软 这是半肥瘦的叉烧 一般上有油的叉烧都不会硬所以这还要看个人的偏爱了 不过如果你是健康日上的饮食主义者 还是建议你选择 还是建议你选择瘦肉叉烧 至于我就会选择这肥而不腻的半肥瘦叉烧 当然如果有双层肉我也会宠一宠自己 原以为这叉烧只有三种口感 老板还端上一盘 惊险前腿肉叉烧 让老板自己来介绍吧 这是我们从前腿就惊险住了 有什么特别 特别当你吃的时候不要用叉烧 要用汤匙 要不然它会碎掉 ok 听到了没 这叉烧只能用汤匙刺 用叉烧就会把叉烧弄碎掉 这是我母亲的最爱 哈哈 这个要用 这个要用汤匙刺的 对啊 你看看 很软 这个精神的前腿肉 等等 好戏还在后头 这盘是松磅肉 这个是松磅肉 松磅肉就是 景象的肉 最后我们就来听听 hok宅的点评吧 所以这种啊我们吃的时候啊 用那个舌头啊 轻轻一勉一勉它就化开了 所以啊吃的是感受的啊 味道大致上都是那个烟料的味道嘛 可是那个感受那个口感啊 那个温度啊 我们吃到的就是不一样 虽然叉烧的味道都是一样 但是吃的感受和口感就是不一样 原来叉烧可以吃到这样 我小猫真的不知道 小猫只有一句话 好吃 偷偷告诉你 小猫在制作这视频时 不懂吞了多少的口水 而你会不会看了这视频 也会和我一样 所以 话不多说了 想吃就来吧 小猫 哇